所以我們大概吸收了這些淡水或者海水的特性 等一下下課再回想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海水跟打氣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些打氣怎麼來影響洋流的循環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式 我們假設在這個一個地方 熱的空氣它就會慢慢往上浮 變得比較輕 所以它就會擴張 擴張的同時它就會溫度會傾向於變低 它低到某個程度 就很重 所以它會往下掉 往下掉就會開始在右壓縮 就變溫 所以簡單的打氣循環就是 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 然後擴張壓縮 這樣把能量釋放或者吸收 這樣來影響我們地表的循環 好 我們把這個用到很多地方來 譬如說我們到山上 或者我們通常會看到一些雇氣的那些 就剛剛講 它因為藉由這些象態的變化 攜帶很多人的能量 好 那地表為什麼會有 大氣的流動或者陽流的流動 最簡單的就是叫做uneven 就是它這個太陽的加熱不均勻 我們假設在低微地區 我們只要站在這裡 然後它單位面積所接收到的太陽能 會遠大於在高微地區 高微地區 我們直射的放在這一點點 所以平均起來 四道地區接收的能量 遠大於極區 那很重要就是我們地軸傾斜 好 以示權 地軸為什麼傾斜 我們這裡傾斜23點溝度 所以我們 我們只要生物或者生命起源的時候 我們講說 現在比較被接受的就是 在太陽系行程不久 我們有一個密集大氣盤 把月亮打出去 我們的動量就有 我們的地軸就起前 然後還有很多說法 但是我們科學家講話要有根據 所以要找證據以後我們再講 好 就因為低軸的傾斜 所以我們在地表上面 在不同集結 不同地方接收到能量都不一樣 就剛剛講的 假設是太陽 我們在赤道地區 單位面積接收到能量 都遠大於高微地區 所以簡單的 我們直接的受熱就知道很高 然後極區就比較少 所以自然界的體系的反應 就是把多的這些能量往高微去輸送 所以它輸送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藉由大氣的流動 一種是藉由洋流的流動 好 所以我們簡單的看 為什麼我們需要洋流或者大氣的行星空隙呢 這紅色就是我們從太陽接收的能量 就是穩度 是到地區很高很高 到高微慢慢變升 我們地表會有很多這些 把那個叫Albedo 就把這些輻射的把它送回放在空去的 送回橘色值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藍色跟紅色的 紅色跟藍色向前 我們在赤道地區就有一個近的能量輸入 然後在高微地區 我們從太陽氣溫的能量就小於 我們發散 發散出去的 所以這個多餘的能量就會往兩極輸送 我們就造成風跟陽流 很簡單 這是一個冷氣系統模型 我們這裡 假設是一個冬天 這是一個加熱氣 我們這個熱氣比較輕 就這樣往上 就有一些霧岩 然後遠離了熱源就會變 或者這裡有冷風吹 但是變得更冷 我們的空氣變重就會下來 就這樣就會變成一個大氣的循環 然後在地球的尺度 我們也一樣 就適到這裡比較熱 熱空氣會往上浮 就飄到高位去 然後在傳輸的過程就變冷卻 就掉下來 現在地球這個大小 大概每30個維度 假設理想的話 會發展出一個大氣的循環包 我們簡單看一下 有興趣的嗎? 記起來有沒有興趣的? 看過去就好 這個我下禮拜要考 我們講過很多次 這叫Toreoris 就是科勢力 我們地球的運動物體 都會受到地球自轉這個假想力的影響 這講成一個叫科勢力或者科勢現象 就是我們假設在北半球 運動物體會往右邊 記起來呢 然後第二段球就往左邊 我們待會兒就把這個 應用到大氣的 應用到海洋上面 所以這個 很會背的就把它背起來 背英文單字好 叫Coreoris 好 那產生科勢力一個很簡單的假象就是 我們假設地球把它變成一個理想的地球 在Coreoris 就是在赤道附近 那個圓周比較大 然後在高緯地區 這個我們可以說這是Buffler disk 在不同的穩度 你看這個圓周就圓小的這裡 我們地球一天都轉一圈對不對? 這個的自轉速度就遠大於這個 所以我們假設在從赤道往極區 丟這裡的冰洞物體 它都會有一個往右的加速度 這個就會記起來 就會影響我們肢力的變傳 好 所以簡單的理解方式就是 Quitor就剛剛講 我們站靠近赤道不景 我們打一個那個大炮 大炮它走的軌跡就會慢慢慢慢往右邊 然後相當類似的從高緯打一個大炮回來 它會慢慢慢慢的往右邊 這就是所謂的科斯力 在運動體系下造成一個假想念 在理想狀態下 我們剛剛講 就地球這個大小 我們發掘出來大概是30個維度 就會有一個循環包 然後這樣不打鈴就不用氣了 我們看一個就好了 這裡是我們的赤道 那剛剛講赤道它受太陽加熱 超過我們輻射出去的 所以這裡能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空氣就會往上浮 因為這個空氣往上浮 所以在赤道附近 那就是一個低壓帶 所以風就會從高壓的地方往低壓 所以所有的風就會變成這種狀態 所以簡單的 剛剛講這裡就會有一個叫Hardly Sail 三四個穩度 熱空氣上升 變冷卻下來 然後在那個南半球也類似 所以假設發育得很良好 就會看到三個循環包 總共六個循環包 好 有概念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講